《Lun Sang 》 最不習慣 香港的節奏比較快 拍攝正式 roll 視 sini 安排得比較密集 另外一件事是我私心覺得有點不習慣 就是香港茶餐廳沒有小辣椒 這是我有點吃不貴的 因為馬來西亞通常我都會吃得比較辣 餐餐幾乎都會有小辣椒 感覺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香港和台灣的粉絲有一件事都是相同 就是他們超級無敵熱情 難忘的就是前一星期會說 可能我星期幾或幾日會在哪裡宣傳 他們就會出現在那邊 然後來找我拍照 是很支持的 難忘的經驗 我覺得多數會搞出笑話 就是我馬來西亞的音 或者我平時說話的詞彙 放到台灣或者香港也好 我就會罵出一些笑話 因為他們聽不明白 六年前很經典的 然後我就 有個同事去到馬來西亞 我就很熱情地問他 你要不要飲料 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 我是普通話 直接回到廣東話 是營料 心想我要說到比較好的廣東話 結果罵出笑話 然後他又跟經紀人說 為甚麼Miko一見面就叫我這樣 所以我學會 以後叫人要不要飲料 開心 因為我一直都很喜歡看葉道的電影 很喜歡在故事裡的結局是反轉的 所以有機會合作是有點 心想事情 夢想成真 然後可以見識到 香港的拍攝和馬來西亞的拍攝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節奏很快 那最想參與些甚麼 其實綜藝或拍攝 我都想 因為多個機會 私心有些是想的 就去參加真人show 因為我覺得挺好玩的 而且是很直接 可以讓觀眾認識到 Miko是一個怎樣性格 怎樣的人 接下來的話 都會專注於主持方面 大家應該很快有機會可以看到 B 喜歡吃的東西 一定要吃得開心 所以運動就是為了吃更多的東西 我可以選擇絲模 我想做一個AI Miko 幫我出一首歌 OK喔 最新一期PCM已經出了 COWER FACE有我 Miko王杰奇 快點去買吧